就在此时 我的腰间突然一痛 我低头去看 发现我的腰上扎了一把刀 我竭力抬头去看 拿着刀的人居然是犯贱 我扑倒在地 不醒人事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正躺在自家卧室的床上 身边是杨伟 正在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想挣扎着坐起来 却发现腰间疼痛难忍 别逞强了 再差一寸 你就剩一个腰子了 快躺回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已经昏睡了一整天 今天是除夕 你被抓的那天是前天晚上 宋人头和范剑都失踪了 不知道谁把你放在了家门口 再晚一会发现你 你就流血流死了 前天我出去以后 房间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天晚上我出去以后 宋人头把他们都撵了出去 然后用绳子差点把苏老六勒死 等他们发现以后 范剑突然像疯了一样 用剪刀把宋人头捅上 然后拉着苏老六就跑 宋人头也拾起家伙冲了出去 之后杨伟追了出去 在一捆柴堆里 找到了瑟瑟发抖的苏老六 这些话和范剑对我讲的有些出入 但更符合我看到的场景 目前宋人头和范剑都失踪了 胡剑人三人又都变成了鬼 敌我不明 好像所有的事情 都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了 苏老六此时推门走进来 我看到他脖子上有青色的微痕 你看我干嘛呀 没事 我是在想明天怎么去拜年呢 大年初一 不许聚众拜年 必须收到所有亲人的压岁钱 就我现在这情况 腰子都差点少了一个 明天怎么办 大年初一 母亲担忧我的情况 于是自己单独出门拜年 到了九点左右 已经挨家挨户拜完年的杨伟 进了我家 我强忍着巨踪下了地 由他搀扶着我出去拜年 一上午 我逛完了所有亲戚的家 使出浑身解数 要到了压岁钱 我紧握着压岁钱 好像捉到了救命稻草 靠北 范剑这一刀扎得可真不轻啊 老命差点没了 我全身的重量 压在了杨伟身上 他不停地抱怨着 我嗡了一声 没有过多回答 他又说道 该回家了吧 我快累死了 去村长家坐坐 我想看看 能不能从他那里 获取点什么有用的线索 村长家里很热闹 很多乡亲来拜年 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我们刚踏进门口 一个小孩子就拱着手 跑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去掏钱包 却看见孩子脸上 露出一个和尘二狗 一样的诡异笑容 谨慎一切 向你要压岁钱的人 包括孩子 我急忙把手 从口袋里缩回来 孩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我再次试着去掏压岁钱 孩子又笑了起来 我又缩回来 孩子脸上笑容再次消失 孩子破口大骂道 没钱就别掏了 实在不行 你给我磕一个 我给你压岁钱 确实没带 下次吧 打肿脸充胖子 你个老六 这时 村长从屋里走出来 拿起木棍就打下孩子 嘴里骂骂咧咧 小王八蛋没规矩 还不赶紧把客人请进来 我和杨伟进了村长的会客室 村长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 笑着让我们尝尝 我拿起茶水刚要喝 忽然茶水倒映出杨伟的脸 我费力地伸出手 搂住杨伟的肩膀轻声说道 过年好 杨伟 杨伟瞬间张大嘴巴 待在原地动弹不得 还愣着干嘛 快动手 杨伟真的是鬼 我一直以为是不见人骗我 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